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个 最近iOS出现的问题 就是iPhone的手机啊 它使用Line 8的时候 常常会有闪退的状况 闪退的状况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Line 8打开 然后它程式打开之后 马上又退出来就不见了 那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没有办法去解决 iPhone或者是Line 8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软体如果融会贯通的话 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 想办法因应这个问题 最大问题是在于说 今天有客户一对一 跟你问问题的时候 然后你没有办法 用手机去回答它 因为闪退嘛 这功能闪退也没办法用嘛 那怎么办 你可以先到电脑版 就是Web的版本 网络版本 网页版本 先进那个Line 8的网页版本 然后呢去新增一个副管理员 新增一个副管理员 那你用另外一只手机 不管是iPhone或是Android的手机 那假设你有两只手机 或者是你有家人 或者是你有同事 那先请他们当成副管理员 那你是主管理员的话 你就先 因为你手机没办法登录后台了嘛 那你就用网页 进那个网页后台去登录之后 然后新增一个副管理员 给另外那个手机的拥有人 就是给另外一个 私人的Line的账号就对了 把它赋予副管理员的权限 所以他的手机就可以登录Line 8 去管理他的后台 然后可以去看到客户的提问 他可以去回答问题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两只手机 那OK 等于说你一只手机会有个私人的Line账号 另外一只手机有另外一个私人的Line账号 那这两只手机的私Line账号 都是这一个Line 8的管理员 一个是主管理员 一个是副管理员 那主管理员可能是你的iPhone手机 那没办法登录了嘛 对不对 那你就用你的副管理员去登录就好了 Line 8他的观念跟 Facebook的粉丝团很像 就是他一个粉丝团 可以有很多个管理员 那每一个管理员都是私人账号 那个叫管理员 Line 8也是 Line 8就类似一个粉丝页一样 他底下可以有很多个副管理员 那申请人是主要管理员 其他人是由主管理员去赋予权限的副管理员 所以如果你有两只手机 或者是你家人另外一只手机当成副管理员 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手机跟你的客户去一对一回话 因为Line 8目前还是不支援从电脑端去跟客户一对一沟通 只能够用手机 那你手机的Line 8又闪退没办法登录 那你赶快用另外一只手机去登录你的Line 8 去跟客户做互动 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目前做生意的问题 因为这是目前 这几天我发现有很多人出现的问题 我不晓得到底是Line 8的问题还是iPhone手机的问题 或是他们自己彼此相容性的问题 那i6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是i5以下的手机会出现这种 Line 8登录会闪退的问题 所以只要融会贯通这个软体 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和客户沟通的问题 那这问题你要赶快解决啊 不然你的客户跟你提问 你没有办法去回答他 那你可能就落实掉很多生意 会影响到你的生意这很严重 所以如果你要做网络行销的话 你的软体必须要融会贯通 那遇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 你就有办法去解决 融会贯通很重要 学习不要只是一味的模仿 模仿完毕之后 你要确实能够掌握这个工具的 所有运作操作的原理 那你就可以迎刃而解 遇到像类似这种问题 因为这个很及时 客户要跟你联络 譬如说做头发 或者是你卖服装卖东西 客户要马上跟你联络 你要马上回复的 那客户问你你不回复 那这样是怎样 客户会觉得说你没有诚意啊 那你生意就很可能lost掉 所以这要注意 要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Android的手机有很多是0元手机 或者是很便宜的 可能一两三千就有智慧型手机了 那你可能 干脆就去直接去买一只手机来 那用最便宜的费率 因为你要做生意嘛 你就用一个最便宜的费率 去办另外一只手机就好了 就我们可以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好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